今天下来你身材很好啊 跟上一个比起来 刘线 让我们介绍的 都是比较随性感的灰 对 但是我自己本身呢 虽然小姿代表 然后像我今天穿的这一套 其实我不是原本是一套的 是我分开买的 然后所以它的颜色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平时像我自己 我是很喜欢穿高腰的裤子 因为像我啊 大家都觉得我好像比较很瘦 因为我是四肢瘦的人 可是我就是胖肚子 所以我是小腹就是下腹这一圈 比较有肉 那我就发现说穿高腰的 其实比较遮住 可以比较就是袖子 对 因为你看我 你知道有看出来我的小腹 有比较凸吗 没有 虽然我有缩小腹 但其实有 而且我里面还有在穿一件 就是束腹 又把它束起来 对 因为我是下腹比较胖的人 所以我就会跳高腰的裤子 然后也会感觉就是脚比较长 当然 对 然后像上衣 我就是选一个短板 像我这样穿的话 就是平时如果说 就是参加一些厂商的活动 简单的那种小活动 也是比较正式 那休闲的话 你就可以穿球鞋 就不用穿到就是 跟鞋啊之类的 像我平时是很喜欢穿 就是宽松的衣服 因为我就是 你知道小腹胖的人 就是穿宽松 你就可以放心地吃 然后像我平时的这种圆领梯 我就也是喜欢就是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破坏感 对 对 然后它其实比较大件 然后就是有一种那种男友感 那你平时 你看我这样穿起来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很长 它平时这样穿也是很长嘛 然后有些人就是喜欢穿 Leggings的话 也是可以直接穿 然后像我自己就会穿一个 牛仔裤在里面 而且我的牛仔裤也是高腰的 所以你的牛仔裤穿起来会比 外面这件 短 对 所以你看到我就只会露一点点出来 然后牛仔裤也是有一点点 就是那种破坏的感觉 对 然后你也可以再配一个就是 像这阵子很多梅亚喜欢穿的那种 灰色的泡泡袜之类的 那你可以把它拉起来或是不要 然后穿球鞋都会很 就是很舒适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套呢是 我自己很喜欢 因为当时候我在买的时候 我很喜欢穿 我很想要像树玲姐一样穿长裙 可是你知道就是我们这种 肚子胖的人 穿长裙会很像孕婦 我这件长裙当时买的时候 我就想说 这个裙子很挑人 就像刚刚立文那件 那一点脆肉都没有 不会 不会 真的吗 我当时穿的时候我想说 我这边应该会很胖 结果完全没有 它是穿起来的时候 特别地显瘦 很奇怪 很难买到这种就是 直接可以落鞋子的这种长度 然后它穿起来的时候 是完全显瘦 我那时候本来想说 是卖衣服的那个地方 镜子在骗我吗 是啊 大部分都是 没有 我后来穿回家以后 我就家里的镜子穿起来 要出门 大家都说 你看起来整个就是变瘦了 就是好像肚子没有那么胖 是哦 然后像我还会就是上面搭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毛衣 但像我里面通常我不太会穿全黑 全灰 我可能里面就是有一个黑 或者像我今天有一个白 颜色 对 但是像这种就卫衣啊 就是我是不会买那种灰色的 然后另外像刚刚就是 那个立文的那个灰色的就是 棉裤吧 我也是会比较避免 就是我可能整个人看起来是 比较没有精神的 所以我穿浅灰色的东西 我都会看起来就是 很像睡衣然后很无精打采的 所以我都全部都是 以深灰色为主这样子 了解